金鼎香一栋民宅的顶楼佛堂传出火警意外 消防局在10号接到通报 马上出动各式车辆还有人员 由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前往抢救 现场无人员伤亡 详细起火原因在火调客人员调查中 消防局接到通报马上出动7车17人到达 现场是三楼加盖民宅的顶楼佛堂内 主要燃烧范围是佛桌的附近 救灾车主抵达之后 马上布水线来抢救 短时间内将火势立即扑灭 本局在今天中午12点12分接过报案 位于金鼎香夏宝有住宅火灾发生 本局出动了7车17人到达现场 现场是一栋三楼的顶楼加盖的地方 位于顶楼加盖的地方有火灾的现象 那它是当初佛听佛堂在做使用 那很快我们部署了两条水线 在12点23分火市获得公司 12点27分25分 那也没有人员的伤亡 详细的取过原因由火调科来做调查 消防局呼吁乡签 如果有烧香拜拜等等济世活动 务必要谨记人离火席 平时家里也避免堆放过多的杂物 以防灾时阻碍人员逃生 我们下期见